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熊的頻道 就按一下地面按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的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 然後在今天要介紹就是高宏軍的技能的部分啊 那這個東西在昨天的直播 已經有公告 欸就是直播裡面已經有介紹高宏軍的技能了 那我就覺得 官方整理之後我再來介紹會比較好一點 好 高宏軍獅子咒斯屬性為光 我一直以為高宏軍會把他弄成助遊 或者是術法就是 助遊跟法師一起的這種 這種技能 因為 還生前裡面還有一個角色叫取木之 取木之 就是光屬性的咒斯啊 所以 到時候取木之會不會是光屬性的咒斯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 那天賦齁 流光 流光招職 自身三個範圍內 每多一個友方吼 法攻可以提高3到 3到18% 3到6%對不起看錯 一個啦一個是3 一個是3然後最高是6 然後最多可以3層嘛 墊加3層 那本回合主動造成傷害 行動結束的時候為2到3個範圍內的 請到友方 回復氣血我看一下喔 OK這個是主動攻擊 OK 那助友像風鈴聲是補血之後 所以他行動結束之後會幫隊友回血嗎 反之位置身2到3個內 2到4個友方增加一個buff 也就是說如果本回合沒有攻擊的話 只是休息 那就會增加一個隨機的buff OK 他諸葛還GG 這個還是加自己 可是高王軍是可以加別人 自己有包含其他友方應該是應該不算對不對 這是其他友方自己沒有 OK 然後隨機有一個狀態就如下這樣 OK這是隨機OK隨機 OK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就這樣嘛 OK 主要是法攻的部分 也就是說高王軍要跟著 跟著隊友一起走會比較好 他不適合單獨 單獨對戰之類的 好 再來 專屬技能 天怒禁服 那高王軍應該有神念吧 應該是有 好被動喔 施加者主動造成 施加者主動造成傷害的時候對天機硬 角色3格範圍鏈所有敵人造成一次0.3倍的法術傷害 好就是主動跟被動一起的OK 那主動使用的時候呢對當個友方施加天機硬 持續三回合 那天機硬是免疫所有有害狀態 獲得來自施加者觸發的天賦效果 不可以複製 然後也不可以偷取 OK 看一下這個地府檔喔 OK施加天機硬 好 那這邊策劃說我看一下 上場畫符咒OK啊 大家知道嗎 高王軍在 黃聖節裡面呢 就是 有一段小劇情 就是 陰前陽 去那個一個小房間 有一個書桌 然後點上去說就是 高王軍有稍微嘲笑一下陰前陽 說咒術 就是陰前陽不會這樣 可是高王軍自己很會 那天機硬可以幫助目標 免疫所有有害狀態喔 OK 然後 高王軍造成傷害的時候 天機硬也會 基於被施加者去 進行一次群傷 那 天機硬還可以 相應高王軍的天賦觸發喔 可以目標 一次治療或是有益狀態添加 OK 再來是 耀光破2 那 對範圍內所有電子賦0.3倍的傷害 設下石魔 有點像那個 不是有點像 就是 靈兒又一招冰雪風天是 亂神吧 就是 亂神的效果是什麼 有點忘了 就類似這樣啊 就是施加一個 debuff狀態 那高王軍也有類似的這個 技能 不過他這個打直線的 恩 終於沒有好 然後持續兩回合 OK 法方減38 OK 這個還可以啦 好 再來是一個 無方 幻咒 喔 以前有個 以前單機板有個造勢叫 無方 變幻 攻擊當個敵人造成 1.5倍的傷害 我怎麼覺得他gift down 我怎麼覺得他的模組沒有以前的那個模組好看呢 OK然後對戰之前呢使自稱兩個有害狀態變成隨機有益狀態 那對戰後可以恢復自稱氣血是法攻的1.7倍OK 有點像預見術 看一下喔 可是 預見術可以幫 周圍的人補血是最低的 那 無方幻咒是幫自己補 然後如果你身上有debuff的話再放這招是最好的 OK 策劃說是專屬單體傷害用不屬的傷害倍率然後給匯豬自身治療 OK 再來 大招 神皇大法OK 神皇大法在 環智節裡面是一個補血的招式 補血的招式 可是他是 可是他在手遊盤裡面呢 神皇大法變成攻擊的招式了 欸 蠻特別的 蠻特別 OK 對範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6倍的傷害 戰後 為了三個範圍內的 三個範圍內 使所有有方的兩個有害中 變成隨機友誼狀態 OK OKOK他這邊還是有恢復氣血 0.7倍 0.7倍 這是不如小補啦 他 他就是 有 補血的效果 但是他也有攻擊的效果 那 他可以 大範圍的驅散 就是 debuff 幫有方驅散 debuff 我覺得 還算OK啦 如果要打 那個 暗尼脈 暗創 還是可以用的 OK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覺得蠻不錯 就是 可以大量驅散 debuff 我覺得很好 先反轉有害再進行治療 OK 他這邊有講 是先反轉有害喔 那很好啊 就是假設我 我方的 隊友 被施加禁治療 那他先幫我驅散之後 再幫我治療 不錯 不錯耶 而且 搭配天賦 主動攻擊 敵人嘛 他是有主動攻擊 然後 就可以幫忙恢復 旁邊的人的氣血 還不錯 而且他是宙斯 他是宙斯 有沒有搞清楚 他是宙斯 我覺得還不錯啦 他就是 跟黃真傑的 定位有點像 就是有攻擊的角 攻擊的 法術 然後也有補血的 的地方 也有補血的技能啦 可是比較 可惜的是 他把他都是用那個 光屬性的 技能 沒有雷屬性的技能 好 這邊策劃說是 高王軍是一個專注 隊友 支援型的咒斯 然後 應用技能 天路 進服可以進一步 支援指定角色 使其不受任何有害狀態的侵蝕 咦 打PVP好像蠻適合的 不過我沒有打 好 技能組合 這邊都參考就好了 到時候 就是 各位再去 做搭配 妖素斯跟主角魔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妖素斯啦 不過來就看 看各位啦 就是 看各位怎麼搭配這樣 以上就是 今天的那個 技能介紹的部分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款 這隻角色的話 可以去抽 我個人 會抽 好像每一次 每一次出新的角色 我都 都說會抽 哈哈哈 好啦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希望你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還有Disco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掰掰